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 大城市流动人口日渐增多 那么在这个1961.2万人当中啊 这个户口不再会积极 这个人数是多少 704.5万 破解流动人口 植住分离 公共服务该从何入手 政府应该给这些人 去公共普遍的服务 欢迎收看经济半角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之一形式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公共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PV经济年度人物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们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红涛 四月份刚刚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 目前全国人口的流动性是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增加了80% 外出工作已经成为社会现象的一个常态 想让生活过得更好是促使人们外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我们以北京为例 在五月初公布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当中 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外地人 大量的外地人的流入 不但改变着城市的格局 也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空间 外地人在北京生活的到底好不好呢 他们为什么希望留在北京 我们今天就来认识几位城市的白领 看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状态 她叫小米25岁 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室内装修设计工作 聪明时尚 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逛街 最爱看着舒适杜拉拉 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款好包 小米说 她要做一个像杜拉拉一样的职业女性 对于现在的工作环境 她也很满意 舒适宽敞 更重要的是 每天在这里 她可以享受到很多阳光 因为每天回到住的地方后 她就再也享受不到了 我们离对面那个人家特别近 已经堵住阳光了 这就是小米住的房间 窗户距离对面的楼房只有十几公分 只要随意一伸手 就可以伸到对面的窗户中去 而由于两个楼之间的距离太近 屋内的采光成了大问题 阳光对于小米来说 自然成了一件奢侈品 现在是上午阳光充足的时候 屋内却是漆黑一片 因此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电灯都必须一直开着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一件常备电器 那就是电风扇 小米告诉记者 由于房间里的通风不太好 屋内非常闷热 只要在这里待上几分钟 便会浑身大汗 而房间里同时也非常的潮湿 厨房里的菜板 只要一段时间不用 就会长出霉斑 它是挺潮的 有时候那个厕所 那个滴漏那个水 还会往上泛起来 小米说 自己刚开始还不太适应 来往于工作和居住环境 之间的心理落差 但时间久了 它就习惯了 只是每天上班下班的长途跋涉 还是让它有些吃不消 离上班太远 大概得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才能到公司 每天下班 小米都要随着下班的人流 步行一段时间 到达国贸地铁站 然后坐着拥挤的地铁 从国贸站出发 经过8.7公里 到达少谣居站 再换乘13号线 途经19.4公里 到达龙泽站 再从龙泽 换乘公交车 继续北上 经过8站 到达自己居住的地方 史阁庄 有时候晚上回家之后 都觉得浑身无力 后基本上 有时候也在路上睡觉 然后路上睡一睡 有时候还会坐过站 史阁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 这里聚集了北京 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 尽管离北京市区很远 但是这里便宜的房租 对于像小米一样的上班族来说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每天小米要和这样的下班的人流一起 涌入史阁庄 这便是小米居住的地方 一座农民自建的楼房 每一层有十几间这样的小屋 每一间小屋大概有十几平米 租金在每月200至600之间 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房间内设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尽管房间里除了摆放一张双人床之外 几乎摆不下任何其他的家具 但是对于小米和她的爱人小郭来说 这里是难得的独立小天地 以实际经济状况来看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居住在这里 小米告诉记者 她租的这间房子一个月只要380元 而同等条件的房屋租金 在北京市区内的价格已经超过了2000 尽管住在这里每天上下班 要比住在市区内多走两个多小时 但对于他们来说 却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也想过搬家的情况 然后最后综合考虑一下 还是适应适应吧 小米告诉记者 现在每天四个多小时的上下班 占用了自己太多的时间 喜欢看书的她 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看书了 每天回到家后 简单地吃点东西就准备睡觉 看到你工作这么辛苦 心疼吗 心疼 小郭小米的爱人 是小米大学的同班同学 和小米一样做室内装修设计工作 她告诉记者 看到小米每天上下班 那么辛苦 她很心疼 但又无可奈何 小郭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她和小米每个月平均收入 大概都是2500元左右 加在一起是5000元 两个人吃饭 每个月要1800元 交通费400元 电话费200元 添置衣物400元 小米的化妆品200元 生活用品100元 同学结婚人情往来 请客吃饭600元 休闲娱乐300元 再加上房租水电500元 有明目的开支 就是4500多元 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开销 和计划外的支出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 即便住在这里有诸多不便 但他们已经无力承受再高的房租 这里也就成为他们无奈之中的选择 每个月挣多少 基本上都什么钱 以前也算过 但是算来算去都是花在一些 一些小地方上 但是这些地方还是都是不得不花的 然后现在也有索性 不带算了 小米说 她和小郭从开始工作到现在 快两年的时间 基本没有攒下什么钱 碰到某人推迟发工资 或者是业绩不好的时候 还会有断粮的情况出现 有时还得和父母借钱 而他们小两口 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也是家常便饭 越没有钱 越非要买 这又没钱你自己找着 我不跟你借钱 你怎么给我爸打电话 跟你爸爸跟你爸打呗 你不能每次没钱 都让我去借吧 反正阿姨也快来了 你去跟他借 我妈来一口麻借 我跟我爸开门 我上约刚跟我爸要的 我怎么跟他跟他说 你什么时候和你爸要的 我怎么没开门 我上约 我怎么没开门 当你的面跟我爸打电话吗 小郭说 这两个月他们的业绩都不是很好 经济上就比较紧张 而小米今天 却去买了八十元的面膜 他算了一下 距离下个月发工资 还有很长时间 而他们手头的钱 却所剩无几 所以他们又得去和父母 或者朋友借钱了 这个生活费肯定是不够的 对于小郭的指责 小米也承认自己做的不对 但他觉得 他们已经把居住标准 降到了最低水平 平时自己也不敢买太贵的衣服和化妆品 而这次只是因为多买了几张面膜 就弄得不可开交 实在是有些委屈 哪个女孩子不希望自己漂亮亮亮呢 所以我就是买了这些面膜 然后买的有点多 所以刷子就有点过了 他肯定就不太高兴 在小米房间的墙上 有许多小米自己亲手做的小装饰 把房间点缀得十分温馨 他告诉记者 他希望有一天 能够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 也希望有一天 能够和小郭凭借自己的专业 做出点成绩 就算不能长期生活在北京 也可以积累一些经验之后 回家乡发展 现在北京先待上三四年 然后再跟他回家乡发展 或者是回我们家发展 都可以 因为不可能长期的在北京待上去 每天早上六点 小米和小郭就要起床洗漱 准备上班了 小米告诉记者 由于早上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 乘公交车去市里上班的人太多 必须要赶在高峰前出门 不然就很有可能挤不上车 你要不你就早点过去 早点过去 人不是特别挤 你越挤得晚 你过去的时候人越多 你越挤不上 然后你好不容易挤上了 有可能后面的人就会把你给拽下去 今天他们出来的很早 才不到七点 但记得看到 在这里排队等车的人已经很多了 上班的人流 也在不断地从史河庄的四面八方赶过来 一辆辆接踵而至的公交车 在不断地向市区内输送着上班的人群 小米和小郭尝试了好几次 终于被推上了一辆臃肿的汽车 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征程 都是上班族 各种各种职业 在你们那个楼里边大概能占多少 95%左右 小郭告诉记者 在史河庄居住的外来务工者有数万人之多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室内的上班族 而这其中也不怕许多高收入者 我一个朋友他是应该是搞电子的 计算机行业的 在北京应该是工作有四五年了 而且自己买了自己的车 他还在十个章主 记者了解到 在这里居住的人中 有相当数量的人有着不错的收入 如教师导游 IT销售 媒体从业者等等 并且不断有人在向这里搬迁 导致了这里的住房需求大增 房源紧俏 这位房东就告诉记者 他们家的小楼早就没有了空房 而且最近还不断有人来询问租房的事 由于现有房屋 无法满足大量的租房需求 史河庄的村民们 便开始紧锣密骨地盖起了房子 街道两旁 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建筑材料 下面是来往的行人 上面就是正盖着的楼房 记者看到 许多村民把自己先前的平房推倒之后 用原来的地基直接就盖起来 而盖楼时也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许多小孩子还在下面援手 他们在施工时候 上面经常会掉下一些土 或者是什么下来 小米告诉记者 现在正在盖的这些楼房 工期都很短 有些路只要一段时间不走 就会出现许多新楼 小猪某研究所研究员 负责基因测序工作 他和几个同事一起住在这里 他告诉记者 对于像自己一样 刚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 一个月的工资 甚至在市区内 租不到半套房子 相比之下 这里是最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 一间稍大一点的房子 可以住下两个人 房间格局也比较好 但毕竟属于简易楼房 许多设施都比较粗糙 小猪告诉记者 他们楼里所有的供水 就是靠着这样的水泵打上来的 有时到了夜里水压不足 高一点的楼层就没有水 同时记者也发现 这里的楼与楼之间 几乎没有什么距离 相互遮挡着 本应该属于这里居住者的光线 而各楼之间相互拉扯的凌乱的电线 更是让人不禁为这里的住户们的安全担忧 记者了解到 村民们自己盖一栋这样的小楼 大概要花二十多万 而一栋楼按四十间房子计算 每间房子租金每个月是五百元 一个月就可以收两万元 几乎一年就可以回本 另一个让这里的村民 大胆盖房的原因就是 这里盖好的房子 绝不愁租不出去 这位房东的房子 还没有完全盖好 就有好几间被订了出去 史格庄天桥 是史格庄的上班族们 从市区回到史格庄的唯一通道 每天晚上六点开始 一批批的上班族 就从这里不断地涌向史格庄 而这样的人流 足足要持续四个小时 随着新楼房建设的不断完工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这里的租房大金钟 看着这些年轻的城市白领 每天游走在金融核心区和城市远郊区之间 生活疲惫 但是他们的心中都揣着一份希望 这就是他们在这里能够住下来 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职业规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朝一日 他们在专业上的建树 能够带动他们的生活条件大大的改善 这是他们的希望 采访的时候 我们了解到和小米一样住在史格庄的城市白领并不在少数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我们的调查 好 欢迎回来 2009年到2010年这两年 北京市的房价像是坐上了过山车 均价已经突破了每平方米两万块钱 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就需要200多万 几乎是月光族的小米夫妇无法承受的 所以他们从经济上考虑 就租住在像史格庄这样的远离北京市区的郊区 那么跟小米夫妇相比 每个月挣5000块钱的王先生 在北京应该算得上是中等收入了 虽然他也在市中心工作 但是他也选择搬进了史格庄 那么王先生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离工作的地方太远点了吧 王先生某公司销售人员月均收入5000元以上 才搬进史格庄不久 工作地点也在市中心 每天上班也要将近两个小时 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原先在市区内与人合租一套房子 但是由于房租涨得太厉害 他权衡再三就搬到了这里 王先生给记者分析说 自己也快到儿立之年 而事业才刚刚有所进展 如果一个月花一两千元在房租上 就几乎剩不下什么钱了 现在住在这里 每个月还可以攒一些积蓄 为自己今后成家做准备 王先生的未婚妻在山东老家工作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两人迟迟不能结婚 他告诉记者 他出身农村 父母好不容易供自己读完了大学 已经无力在帮自己安家置业 只能希望靠自己努力积攒下来的钱 回老家结婚 也只能这样 由于常年两地分居 每到想念自己未婚妻的时候 都是王先生手机中未婚妻的照片 陪他度过漫漫长夜 为了节省一些电话费 他们甚至都很少通电话 而王先生自己平时也是节衣缩食 无论回家再晚 他都要自己在家做饭吃 他说这样可以省下许多钱 说家乎是挺健康的 王先生说 干自己这一行的人 一般收入不低也不算高 平日里也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想到自己未来面临的 结婚生子养老人看病等种种问题 现在即使手头上有些钱 也不敢乱花 平日里连件像样的衣服也舍不得买 更不用说把钱用在房租上 而在北京和自己情况类似的人 更是数不胜数 为了在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的同时 节省开支 许多白领都开始纷纷搬到市郊 甚至农村 我搬到我平常来的 那个房租越来越贵了 在距离北京八通县地铁终点站 土桥站三公里的高楼金村 记者见到了刚刚下班的小赵 小赵告诉记者 他在崇文门的一家公司 做文职工作 由于市区内的房子租金太高 他只能选择到通州 与朋友合租一个两居室 但没想到 他在通州住处的租金 也一下子涨了六七百 他只好搬到了这里 虽然这里的卫生条件与治安 无法与楼房相比 但是这里便宜的房租 依然吸引了不少上班族 这边租房呢 就是有房的人几乎都租出去了 小赵说 过去的一段时间 北京的房租涨幅非常大 许多原先在市内居住的CBD白领 开始纷纷搬到通州 使得这边的租房市场十分紧俏 而这其中一些收入不高的人 则被迫选择了农村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北京市常住人口是1961.2万人 那么外省市的来京人员 是704.5万人 也就是说 在北京每三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外地人 提前十年突破了到2020年 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 1800万人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 涌进北京 不同的人 我想他们有不同的考虑 这其中相同的原因 就是看中了北京独有的机遇 和成长的前景 一方面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 因为这样的人群而充满了活力 而另外一方面 大量涌入的外地人 也让北京的城市功能是不堪重负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协调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结构已经出来了 这次普查登记的常住人口 是1961.2万人 那么在1961.2万人当中 户口不在北京 而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学习 我们讲长期就是半年以上 这个人数是多少呢 704.5万人 那么占35.9% 顾眼周 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 他告诉记者 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分布 主要集中在近郊区 其中以朝阳区外来人口最多 为151.5万人 海淀区125.6万人 昌平区84.7万人 丰台区81.3万人 大兴区64.4万人 通州区43.5万人 这六个区间外来人口 占到了北京市外来人口的78.2% 北京的这些外地来经人员 文化程度很高 甚至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那么北京的外地来经人员 每十万人当中 具有大学级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有多少呢 两万三千五百三十七人 许正中 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他告诉记者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 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就迅速增加 从最开始的五六百万人 增长到目前的两亿多人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而在这些流动人口中 虽然不乏许多高学历人群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他们无法享受北京的保障住房等福利 只能降低自己的居住条件 搬到了城市近郊 甚至农村 对 这个人群呢 到目前是处在非常尴尬的地方 一方面呢 你又买不起 另一方面你进入不了这个连租房 进入不了这个我们的公共公租房 这些或者是我们的经济实用房 这些体系 他们之所以向外搬迁 他是在外面居住 而不是说整个就出去了 他生活仍然在北京 那么这些人他在北京 他不是劳动力市场上不需要了 而是住宅市场上 他不能够承受他所居住 所需要支出的成本 那就是说北京的劳动力市场 和住宅市场的结构是失衡的 叶玉民 中国人民大学程序规划研究室主任 他告诉记者 对于许多白领迁往城外居住的现象 他十分担忧 因为这首先体现出我国白领阶层消费能力 严重不足 而如果他们这种植住分离的状态 持续发展下去的话 会使得城市生产交换的时间 与交通成本大大增加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这不仅仅反映出了当前 城市打工者的收入水平 与住房市场之间的矛盾 更反映出社会发展的结构失衡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 目前全国共有流动人口2.6亿 北京市拥有流动人口704.5万人 而这其中 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则达到了140多万 均以工薪收入者为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 段成荣认为 考虑到城市的长远发展 协调好流动人口打工者工作与生活的矛盾 才能更好地为实现创新型社会 积累更多更好的人才 段成荣告诉记者 在许多国家 只要在当地工作生活 或者纳税足够长时间 就可以参与到一些福利保障性的项目当中 目前在我国 重庆已经开始率先 给外地打工者提供保障性的住房 而上海也开始实行 居住满七年 便有条件转为上海户口的政策 对此 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建议 应该逐步扩大 对流动人口的保障性政策范围 使这些为当地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的人们 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和保障 这需要政府怎么考虑呢 就是要考虑普遍服务的问题 政府应该给这些人 提供一种普遍的服务 对于北京市未来的流动人口动态 顾眼周认为 随着北京市产业的不断升级 对于调节流动人口数量 以及素质方面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 总体上 人口总量不宜增长过快 但是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素质 调节人口结构上 今后在北京生活 既需要一些高端性的人才 这个比重可能会越来越大 我们常说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所以想往大城市 想过上比较了更好的生活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是有限的 大量的人口流入 带来了对住房交通 公用设施配套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城市包容能力的挑战 我们这对于北京 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来说 人才流动是不可避免的 究竟应该如何的吸引人才 到底应该吸引怎样的人才呢 俗话说 安居乐业 大城市要控制人口的数量 更要协调好城市发展的思路 以产业来吸引人才 以城市的综合环境来吸引人才 也唯有如此 人才建设和城市发展 才能够良性循环 共建美好的未来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您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都可以发到我们的QQ83083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